忙著擺攤做起生意 這間現打果汁店 老闆忙進忙出 就是不想再受訪 因為幾天前 綠尾無私要霸氣喊請客 邀請宣講藍尾吃在地美食 沒想到卻遭到不理性 民眾找茬 受到了許巧心們 或許是他的辦公室 也或許是他的支持者 去到攤商這邊來做騷擾 那也有接到國稅局這邊的檢舉 他們在跟我反應這件事情的時候 聲淚俱下 覺得自己非常的委屈 那平白無故的遭受到 這樣的政治攻擊 殘備國稅局查水表 店家表示也已經到了 國稅局跑流程說明 同時也透露 有人聲稱是許巧心助理的朋友 前來喝免費果汁 要由無私咬買單 當店家詢問是哪位助理時 反倒對方嗆聲 面對意外捲入政治紛爭 老闆娘直言壓力很大 已經好幾天睡不好 甚至還在記者面前哽咽落淚 只盼風波盡快落幕 恢復平靜 許巧心則否認議員指控將向NCC檢舉該電視台節目來賓未經查證散布謠言而面對店家意外被波及 來應在地名單也喊話應當理性 不要把政治的有色眼光帶到消費裡面 不要讓做生意的人絕對為難 這是我們消費者 只是對於商家最基本的尊重 無私要許巧心因為琴客事件隔空交火如今好端端做生意的商家卻遭波及 不理性的背後國製店老闆娘哽咽眼淚滿滿無奈 3月7月9日開去馬雲 第幾位報導 9月10月18日開一 6月10月9月22,馬雲 9月18月1日開運動 8月1日開集,台灣報道 8月11日開運動 8月18日開運動